欢迎来到宇春体育 今天中国队不敌波德里格 而且又是一场大比分输球 输给对方18分 三场小准赛打下来 中国队累计竞胜分是-80 非常荡堪 跟2019年那节四节倍相比 中国队别管说当时 也输掉了一些很遗憾的比赛 但起码那节大赛当中 我们能跟波兰抗航到最后一刻 跟其他对手相遇 比赛场面也不至于说 像今年这般如此被动 今年就是完全丢给其甲 一节比赛奠定胜负局面 在场上毫无悬念 你要说究其冤冤的话 今年为什么发挥这么差呢 球员他肯定是发挥比较累赘 在场上一无是处 这点是难吃其就的 比如说王泽林贯穿 整个小主赛三场比赛倒下来 可以说没有一场 发挥是让人满意的 毕竟他在西边两天 那可是两届MEP得主 但是这件大赛毫无存在感 在地位即便说你把球给他 脚下往往也是当时一软 这球呢很遗憾就丢掉 左上发出线呢 准心也难以找到 赵几伟呢是之前两场比赛 没有打出真正的自己 今天这一场呢 发挥还真是可圈可点 可场上呢 一改之前的犹豫 在场上进攻更加果断了 接到球之后呢 敢于看篮框了 打得更像自己了 所以说这个 胡明选呢 今天也算是一扫阴霾 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只是很遗憾啊 这个乔尔吉威奇主角恋爱呢 他总是能够及时发现在场上 我们运动员到底谁打的老 尽可能让你多打 谁打的好呢 就是我们比分甚至占据有势 当时场面上甚至拥有主动的时候 立即交个暂停 把发挥优秀的运动员呢 及时坏下 这是乔尔吉威奇 今天我认为啊 他呢 就是更加变本加厉了 首先第一点 就是他不应该把这个之前 在两场比赛 经过实践检验 发挥很优秀的手法组合 贸然猜猜 你看他今天让李克尔岛上替补了 不知道具体是出于什么理由啊 因为毕竟之前两场比赛 前五分钟 我们都是占据场面领先的 优势挺到 结果然那李克尔 就突然之间拿到板凳席了 要知道这次中国南篮 引进规划球员李克尔的时候啊 去最缺少的就是磨合 彼此之间的默契呢 他得通过比赛的这个 真正的双方的对抗去检验 去进行磨练 之前两场好不容易 让李克尔找到状态了 上一场比赛 李克尔拿下两队 全队最高的22分 而且效率这块非常可观 结果今天呢 突然就打板凳席角色 办一个操溜了 那你要是这么用人的话 李克尔能找到感觉吗 因为他身边 长期搭档的队友 长期适应的节奏 周围的那些其他人的特点 总在变化 那李克尔肯定是要通过比赛 去适应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场比赛是生死大战 没有适应的时间和空间了 但是这个乔尔吉威奇呢 就是这么盲目大胆的 去调整阵容 这点确实有点说不通啊 这不像说打什么 这个NBA的 七场四胜的系列赛 你之前两场都败了 第三场比赛 你有地方是 根据对方的比赛特点 你进行调整 那倒可以 但问题之前两场 起码这个 我们打首发阵容这块 并不落入下风啊 你为什么今天 贸然打 另一个新的对手 你结果你突然变阵呢 这不太应该 尤其考虑到 对方这波多里格 是一个篮板球争想 非常雄悍的 投降雄球队 今天中国队 他篮板球 单场是输给对方十三个 之前两场比赛 我们场均输给对方 只有四个篮板 篮板球保固这块 还算可以的 还算挺到位的 但今天呢 因为你突然变阵嘛 从之前那种高大阵容 立即打这种小个阵容了 结果篮板球 丢的更厉害了 就是单场被对方 爆了十三个篮板 那最终你咋赢啊 肯定是赢起来困难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对于王泽林的使用 王泽林在场上 今天可以说 依旧延续了之前 萎靡的发挥 甚至呢 比之前有过之无敌 在场上 几乎没有任何亮点 就只要说球 你哪怕说 你给到他 喂嘴边了 但是他也能 把这球 这一次机会给浪费 你有一个典型回格 就是能倒成二加一嘛 结果干成零加零了 回防呢 往往输度也是最慢的 就是最拖累 全队的攻防节奏的 几乎呢 这块单打呢 在西北联赛当中 他得以扬名立万的 这个地位的攻坚能力 现在是荡然无存了 但结果就是 这种王泽林 各场上明显 经济状态不假 也与 党下球队打法 格格不误 乔尔杰维奇 仍然是对于他 大量重用 反观这个 胡金秋呢 今天这场比赛 原本以为 就是乔尔杰维奇 会翻人醒悟 会给胡金秋更多时间 毕竟之前王泽林 打得差 而胡金秋呢 面对塞尔维啊 仅仅登场不几分钟 在场上表现 已经让人记忆深刻了 但今天啊 胡金秋 他确实是提前上场了 第一节 等到这个比赛 打个六分钟左右 那时候胡金秋 就是上场了 上场之后 发挥也不熟 你看仅仅打了三分钟 上场跟对方中锋对位 直接就来了一个 强词篮下第一打一 而且那一球 是最终完成了二加一 罚球呢 胡金秋他当时 也是准向盖向 完美命中 短短登场三分钟 贡献的数据是三分两注 结果就是发挥 这么出色的胡金秋 到之后啊 就完全彻底被侵用了 就第一节比赛 稍微亮了相 发挥这么亮眼 结果后期就不让他打了 那你这个理由 也难以这个找到啊 您这个 没有合理的解释 王泽林打得那么差 胡金秋发挥这么好 两者之间高的落差 这个显而易见 结果 乔尔杰维奇呢 就是熟视无睹 视而不见 再有一点呢 就是乔尔杰维奇 他对于核心球员的使用 这块 我感觉他始终都有一种 明帅光环 就是甭管你给他 什么样的材料 什么球员 他总是有一种 自己能够点射成绩 能够让这名球员 你平时表现 你再怎么差 我也能让你焕发光彩 我不仰仗 就是尽可能的 让核心明星 主打那些球形 让他们堆时间 通过这种方式取胜 他有一种明帅光环 总想展现自己 展现自己 这样一种过人的 指教手 所以你看周琦 今天打了23分钟 总计角度数据是 8分5蓝板 三助攻 两次盖帽 发挥非常好 场上正负这些很理想 但是你乔尔杰维奇 就是不给你更多时间 周琦全场没有范围麻烦 只有两次范围 但是就是压缩 他的数量时间 正常来讲 你像这种生死大战的话 通常我们理解 那你核心明星 必须得多打 你不多打的话 那球员再怎么有实力 他再怎么是 你这支球队的突出场板 他无敌方式 没有时间可用 你怎么能够 物尽其用 人尽其财 但是乔尔杰维奇就这样 就是不给你更多时间 你看日本队之前 用霍金石 来下是不是特别好使 一场比赛打38分钟 这样一来 你才能够 极尽可能 发挥他的长相和优势 但是周琦使用这块 就给20多分钟 还有就你像赵瑞 什么这个李开尔 特别优秀的人 时间这块都没有拉满 要知道我们已经退伍可退了 生死大战了 结果你时间这块 还不让你手中最有效的牌 尽可能的多出 那你最终当然败了 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届中央男了 球员发挥这块 你可以说 他们表现有差的 甚至有意拉到底的 在场上表现一无是处 但并不是每一个球员都拉 也有发挥这块 非常可圈可点的 在场上只要往那一站 效果立竿尖尖的 甚至中冠三场小主赛 表现一直都很坚挺的 那么你作为主教练呢 就应该把那些发挥 老的及时拿下来 让那些想要打好比赛 在场上确实也是 有卓越贡献的 让他们尽可能多到 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展现自己 但是小尔杰尾奇呢 就是没能做到这点 我认为这是 作为一个主教练 他起码的 职责和表现 就你得省事多事吧 你得在场上 能够随即应变吧 这样一来给你的工资 才不白开呀 再者就是你只有这么做了 才能让球迷呢 看完这个比赛之后 哪怕说我们最终输 但是我们愿意输的 心服可服 就确实我们谁好用 你尽可能让他打了 最终无宝败的话 那么既不无人 我们也能接受 就怕这种 输的是窝拉巴去的 就在场上比赛打呢 很多时候 我们能够咬住局势 就是因为你错误坏人 带来了局势 突然之间天翻地转 那你球迷 你看完这种势力之后 你感觉 内心当中有口气 你抒发不出来 这次大赛打完之后 常常比赛 差距如此的大 我们不是没能看到过 就是蓝蓝 有一批 这个特别优秀的球员 在场上 他们打球也积极 也努力 跟对方能够正面看好 我们希望这种比赛场面 能够延续下去 正常能拿出我们 所有的实力 如果败的话 我们也没有什么含怨 但结果 就这个乔尔杰维奇 在他的指挥调度指下呢 让所有观赛的 中国球迷啊 内心当中 就感觉很不舒服 看完之后 很窝火憋气 所以这一家大赛 我感觉最大白笔呢 就是不应该用这个 杨教练 乔尔杰维奇 点赞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